而這個新流感疫苗它到底安不安全呢 前衛生署的疾管局長蘇一仁他就說了重話 他說如果民眾不相信醫療專家背書的話 他願意親自的執行遺體的解剖 而讓病理證據替疫苗說公道話 儘管衛生署方面他是一再的宣導 再加上這個蘇一仁他願意要背書 不過民眾的疑慮還是不解 甚至還有這個醫療人員 他們表面不說可是私底下卻是不敢打